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港股方面高开136点 之后来说倒跌54点 在上午10点44分之后见底回升 有买盘入市 下午3点35分之后先试转急 行指收市价23802点 上升274点 成家方面减少了些少至915亿 今天来说我又进市了 大家都见到我很久没有做期指买卖了 今天有做了 我怎样做呢 是沽期指 我估价是23800点23800 为何我会估期指来说 好 先看图表 今天我就估了期指 价位方面是23800点 有人说鲁sir为何你会估期指 好像走势因素挺好 不错 其实走势来说 你看有个好的因素存在 什么好的因素呢 我们所看一些走势线 平均线来说是升破了 和MACD来说 都有个所谓的双牛讯号 不过留意下现在这个状况来说 都还在拉拉距距距 未到一个真的这么大的动力 不过都叫双牛的 另外有时你说好的状况是什么状况呢 就是今天这个阶段 开市之后落到低位再上回收市 我估的阶段来说是什么时候做呢 是近收市做的 所以你看到我的价格23800点 都属于高的价格来的 我估的状况为什么会做一个逆市的状况呢 因为大家看到市向上 我做这个买卖来说有些逆市的状况 我逆的状况来说原因是看这 看这个 因为之前来说大家看到走势方面 其实都比较拖拉一点 现在刚刚升到这条线 这条叫阻力线 有时在这些线来说 可以试下做一个 直博的状况 为什么直博呢 直博的意思就是 当中来说刚刚碰有时会有个回吐的状况 所以在这个阶段里面 就等到收市才做 我都不早做 因为早做来说 有时我都怕价格不漂亮 等收市做 价格比较好 那我就博过夜 当中来说就博这些位里面 有时刚刚升破有些回吐的状况 那现在走势方面来说 你说刚刚升破有没有机会回 其实机会是有的 有时你看得到卖卖方面 好像这些 刚刚上一上 或者这些状况 刚刚上一上 有机会会回回去 所以我在这里就博一下这个状况 和博什么状况 这里有个位 这里也有个阻力位 大家留意一下 这里 所以我做的买卖来说 其实就有些逆市 不过有时逆市之中 估价就高一点 有时博高回报 这个来说 通常你伸手来说 就避免熟手的有时 这些可以去考虑一下 做投资买卖里面 你说个别股票有什么留意到 个别股票方面 留意一下这只股票 116 周伸身 周伸身来说 今天收市价 17.98 升幅来说 6.88 才有3.9% 成交有1700万 这个股票来说 你见它优点在于 底也挺漂亮的 和在升破来说 这里看到了 升破了阻力位 留意一下这里 这里 这里 它升破了阻力位 所以这里来说 底打得久 而升破阻力位 相对动力方面 就比较吸引 所以这里来说 值得留意股票 另外 广交所方面 388 388 我们之前提及到广交所 它有个期盈的走势 这里有上升期盈 你见到走势方面来说 一步步 挺漂亮 我们一个期盈的状况 留意一下 这样 这样 这个就叫期缸 你见到升破了这个期盈之后 那个格格向上 期缸就是这个位 就是预期的升幅 这里向上 所以你上次量度的幅度 大概多少度 就认为上次的位 这个位 这个幅度 大概接近174元左右 所以这个 就是我们看形态来说 就是看这种的 近期股市变化比较大 大家可能压力都比较多 明天是星期六 大家不妨 需要交易走走 明天天挺好的 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